每次生眼挑針時 都會被長輩說 你一定是看了不應該看的東西 到底看了什麼才會有眼挑針呢? 眼挑針都是眼瘡 亦都叫做蜜蜜種 在眼皮上的油脂線塞了 導致油脂積聚了 穀大了變成眼瘡 除了塞住了之外 如果在眼皮邊發炎 或者積住了油脂導致的部份發炎 亦都會引致眼瘡 另外有些人有慢性的油脂炎 引致眼睛皮膚有點骯髒不乾淨 都會比較容易生瘡 另外有時壓力或情緒 都會影響容易生瘡 醫生就說 生眼瘡可以長達一至兩年 初期未必會察覺到 直至出現發炎的情況 例如紅、腫、熱、痛 才會知道是生眼瘡 其實眼瘡是一個男女老友都有的病 為什麼小朋友特別常見呢? 一是因為油脂線未發展完全 所以比較容易被塞住的機會 比較大 所以比較容易形成眼瘡 還有小朋友經常有懷疾 習慣 經常擦眼 眼皮附近未必可以像大人一樣 保持得到這麼乾淨 所以比較容易磨孔發炎 就會被塞住了 其實眼瘡對小朋友的影響可能會大一點 因為眼睛在小朋友來說 仍然是發育緊的階段 如果眼瘡太大粒 遮住眼簾 有機會引致視力下降 而且如果太大粒 會影響眼角膜的形狀 所以可能有時會有短期的散光出現 為免眼瘡的形成 家長有幾個方法可以幫子女護理 第一,保持眼皮清潔 可以每日用凍滾水清潔眼皮邊 第二,減少兒童的擦眼次數 以及保持雙手清潔 第三,發現眼皮出現細小的眼瘡 就應該盡快熱敷 熱敷的意思是一天內要4至5次 每次要10至15分鐘 我們用熱毛巾去敷 就是希望用熱力 令到塞住的油脂線出口去通 希望裡面積聚的東西可以流出來 有些人用熱毛巾 有些人用熱雞蛋 但有時熱雞蛋 我們要小心留意溫度 因為熱雞蛋很容易會過熱 可能有時都用暖的毛巾包一包 比較安全 如果真的生眼瘡的話 我們絕對不建議家長幫小朋友自己去放鬆 如果處理不當的話 有機會發炎的情況會更加厲害 甚至嚴重的話可以導致毀容